131 文匯報 其大港校董在與160學子訪港 2015年7月27日兩地融通A15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會約將廣州報導 其南大學優秀學生訪港團五週年紀念 其青年創業項目啟動至金捐贈儀式日前在廣州舉行 記者從其南大學獲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四州集團董事長 其南大學董事戴德鋒以連續五年獎勵該校譽 160名優秀學生訪問香港、促進越港學子交流 資助學生啟動創業項目據介紹 其南大學優秀學生訪港團始於2011年6月 在戴德鋒的支持和大力推動下 押金為止已舉辦了五屆 共有160多名優秀同學訪問香港 訪問團參觀拜訪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廣部隊 香港中聯辦、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香港中文大學、群列資源中心、香港友好協進會、香港青年協會、 將軍澳四州卡洛比、薯片生產廠等單位 上月初、在戴德鋒的資助下、 其南大學優秀學生訪港同學會啟動青年創業項目 該項目定位於打造成一家專注大學生青年消費者群體的中高檔食品銷售企業 同時藉著互聯網加美商平台、建立校園食品銷售的互聯網平台、 全力滿足年輕人對食品消費的多樣化需求 四州集團將為該項目提供產品、技術支撐、 並且載運輸、銷售等多個渠道上為項目的運營提供保障 當天的儀式上,戴德鋒向青年創業項目捐贈了啟動資金五十萬元 人民幣、夏同、契南大學也將向國家財政申請項目配套資金五十萬元 保障項目的順利開展,會想戴德鋒也不論讚美之詞 對企南大學培養的眾多越港優秀青年點讚 肯定其為越港合作發展起到的積極作用